精神病看到美女会想什么 我想把她上衣脱了 流氓 主治医师却很是欣慰 这病人终于有了正常思维 我脱她的鞋 脱她的袜子 再后来 我脱她的裤子 后来呢 脱她的裤衩 什么 好来的 我抽出她裤衩里的 后面进入做个弹弓的 打你们家玻璃 小爱 加大要量 来 个儿你个儿走一个 作为一名精神科专家 顾名经验丰富 仅仅是看一眼 就能看出病人的关键 自肠恢复得不错嘛 她病得更厉害了 女助理仰慕至极 眼神中满是暧昧 女儿把一切看在眼里 说什么也不敢告诉妈妈 但她始终压制不住好奇 难免旁敲侧击地试探 女人瞬间变得紧张 眼神中充满警惕 虽然女儿忙说没有 但女人还是一脸狐疑 步入更年期的她 难免会格外敏感 面对这样的老婆 顾名就只有一个字 厂子里发毛毯 女人兴致勃勃地去领 同时告诉她 想要领毛毯需要提供结婚证 可这二十年的老夫老妻 早不知道把结婚证扔哪了 没结婚证 那可是非法同居啊 一条毛毯而已 女人本没放在心上 可同事的一句玩笑话 却吓得她心头一脸 谢光 吴大夫可是名人啊 追的人多啊 一句追的人多 搞得女人心神不宁 当晚就跟丈夫 说起结婚证的事 丈夫说她没事找事 可她却认定了死理 没有结婚证啊 就没有这名分 女儿见两人又吵起来 赶紧把老爸交进了屋 可这一幕 却让女人更加敏感 现在连跟你们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我算什么 我是这盘菜啊 当晚俩人啥也没干 愣是找了一晚上 可家里被发了个底朝天 却始终没有找到 一时间 女人像中了心魔 整天执着于找结婚证 更是发动全家人 一刻也不得休息 晚上 女助理突然登门拜访 小安的到来 让顾名不知所措 更让妻子意识到危机 饭桌上 不可避免地聊起了结婚证 可在年轻人看来 这根本算不上大事 现在谁来把结婚证当回事 再说了 找不着更好 您和顾老师啊 都变成了魅婚的大年轻人 变成了自由飞翔的鸟 女人听得心惊肉跳 可顾名却笑得乐不可知 还没来得及躺下 妻子就开始了审讯 顾名微微一笑 没有做正面回应 着急忙慌地关了灯 这才逃过一劫 随后的日子 妻子查不思犯不想 一心扑在结婚证上 只要一天没找到 这一家人就别想消停 眼看老妈要把房子拆了 小文只好找朋友帮忙 没想到这小孩挺有门路 直接让她准备200块钱 小文带好了钱 来到一处偏僻的小胡同 刚子贼兮兮地探出头来 看到的竟然是俩孩子 我们是来办账的 她骄傲地展开柜子 里面是各式各样的证书 就连联合国的委任状 她都做得以假乱真 小文假模假式地找出假证 惊得女人瞪大了双眼 可结果并没有举家欢庆 反而迎来了更大的危机 两人结婚20年 却死活找不到结婚证 没了这夫妻名分 就连生活都大受影响 为了安抚老妈 小文办了两张假证 可女人净脸色一沉 直接质问起老公 原来建国五十几年来 结婚证的款式已经换了几十种 20年前的结婚证 必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必然会生根发芽 她整天连觉都不睡 没完没了地质问顾明 作为一名精神科专家 顾明耐心地疏导着她 我一定要想珍惜 全过两条年儿的珍惜你 而且 我一生都把你当成全过两条年儿 可是 现在两条 取消了 通过一晚上一股丝甜 妻子终于不在意根筋 放弃了继续找结婚证的想法 你搬一个就行了 到了民政局 两人却被告知 想要补办结婚证 需要到当初办证的地方 两人面面相去 瞬间就没了主意 你是不是特放心了 特希望补补床吧 小文回到家 却发现老妈不见了 她只留下了一封信 又独自跑去了乡下 原来当年结婚时 是在人民公社办的证 可如今二十年过去 早已经物是人非 当顾明找到她时 她正失落地坐着 人民公社结散了 唯一能证明两人结过婚的白大爷 也在前年去世了 妻子没完没了地折腾 严重影响了顾明的工作 王大夫见了她的状态 立刻就心领神会 多长时间 没叫顾明 她见嘻嘻嘻地笑了笑 然后掏出两粒小药丸 一片就完 你这下 顾明服下药丸 脸上热开了花 她早早地守在被窝中 等着打一场翻身仗 可谁知 妻子竟从垃圾桶中 翻出了剩下的一粒药 她恶狠狠地盯着老公 不由得无名活气 有本事来真的呀 拿药打不然呢 事情到了这一步 早就没了兴致 妻子正在气头上 又想起了结婚症的事 顾明一脸委屈 仓皇地逃进了厕所 王大夫听说后 笑得格外猖狂 我这还有呢 要吗 从小药丸之后 顾明就很少回家 天天躲在医院 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 她正百无聊赖时 小安竟及时出现 对方不仅带来了晚饭 还处处透着体贴 这孤男寡女 心里难免就活发起来 顾明不经意间 竟握住了小安的手 没了家里的烦心事 顾明的事业风生水起 经过她的治疗 老牛的症状明显好转 终于迎来了出院的日子 顾明千叮万种 一定不能受刺激 可老牛非要登门拜谢 竟只找到了顾明家里 出院的头一天晚上 就受到了莫大的刺激 女人一句话 就让精神病人救病复发 老牛瞬间目光呆滞 嘴里不断念叨着什么 精神病院如临大敌 急忙赶到了老牛家 只见遍地狼疾中 老牛还在卖力的翻找 雾明一脸急切 试探着呼唤了两声 找不着结婚证 老婆说的就走 听着这熟悉的话 顾明惊得瞪大了双眼 这出院还不到一天 眼看着是又疯了 老牛又被送了回去 在医院迷茫地转着圈 得知是妻子惹的祸 顾明难免满腹骚骚 你折腾话我一日还不高 你还折腾他们 可妻子也满是委屈 谁能想到无心之失 竟闯下这么大的祸 我又不是你徒弟 也不是你助手 我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再说了 顾明本就心烦意乱 现在又被否定了事业 她一时冲动 终于产生了离婚的想法 滚 两人再一次来到民众局 只不过这次是来办离婚 你们也变得太快了吧 得知离婚也需要结婚证实 两人彻底懵了 合着我没结过婚 眼看妈妈独自坐在门前 女儿终于爆发了 我不离你们离婚 你们要去离婚我就死 看着墙上的照片 女儿越想越气 她随手一砸 竟将相框砸落 而背后 正是全家苦苦寻找的结婚证 她高兴得手舞足蹈 却瞬间又有了心思 想到离婚需要结婚证 急忙把它藏了起来 做完这些 她来了招更狠的 直接坐上火车 离家出走 这一出 无疑是个重爆炸弹 街道和警察纷纷上门 规劝两口子和好 为了女儿 两口子只能妥协 第二天 两人终于接到女儿的电话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只是过了两天 父母就憔悴了许多 可女儿这次 却变得格外冷静 你们还离吗 一家人坐车回家 看起来和好如初 可这温馨的表象下 却是只有自己 才能体会的苦涩 到底能不能提起 我们还要把我们下集 来 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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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学生 看起来 最经典的 酱